今次是講到如何領查經 上一次講到如何適經 今次是繼續講到如何領查經 我這裡寫了一些指引 由後面我就會用一段經文 來講到如何查一段經文 然後分組十年也會查同樣的經文 首先就是我們自己研讀、分析、預備 即是看經文 自己慢慢嘗試看 我們分析內的內容如何應用 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然後第二 收窄主題 就是我想在經文裡面找到甚麼東西 有甚麼我想在經文能夠幫助那些組員 當然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不要將我們個人 而聖經沒有的教導放進去 就像我從聖經找一些教導出來 我們是要從聖經裡面去找出 到底有甚麼主題 因為譬如一個比喻 譬如就算浪子比喻可以說不同的東西 浪子比喻可以說甚麼呢 講一個浪子的心態 就是他覺得自己很失敗 然後他回家的時候 他就會說 父呀我父親呀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不配清作你的兒子 你就當我是你的故宮了 他的心態 當他爸爸擁抱他 他依然是這種心態 他依然就說 一樣他爸爸看到他就擁抱他 就抱著他 疼他 疼完他就一樣說這些說話出來 即是說他的心態並沒有因為看到爸爸的愛而改變 後來當然當爸爸做的時候 可能他會慢慢改變 不過聖經就沒有記載到他怎樣改變 這個經文可以應用在甚麼呢 我們很多人相信耶穌很久 都經常覺得自己很失敗 很虧欠神 是不是還是這樣的感覺呢 可以主題講這方面的 也都可以主題講到神無條件的愛 就是他那種無條件 就是那個人多差多差 多不好多不配 每個神都這麼愛他 這個又可以一個主題 另一個主題可以講大兒子 見到別人得到恩典 他又不抵得 他又覺得這個人又不好 看到別人又不好 就覺得沒理由他也得到神的恩典 又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即是說一個經文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當日領的時候 你到底想達到甚麼目的呢 這個目的是應該是聖經的目的 不要你自己作出來 然後你就用那樣東西來去 在一個經文裡面 你去建立這件事 即是每一個經文 你都可以達到不同的目的 譬如大使命 你們要去史曼文壯的門徒 你可以幾方面的 第一當然最多人說的 就是去傳呼吸 第二個可以說是去 太多人是傳呼吸 是在教堂傳的 只是那些肯來教堂的人 才相信耶穌的 那去即是說要出去 去到別的地方 去到那些人 好像這個維斯里 約翰維斯里 就是在英國帶來很大的復興 他就去到那些回抗工人 去到那些妓女 去到那些犯罪的人 那裡當中來去救他們 亦都可以說到甚麼呢 我們打上耶穌 還要怎樣呢 凡耶穌所吩咐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就說到在這個大使命裡面 那個教導 讓他們真是 全面性的跟從神 不要只是自己得救就算了 不只是僅僅得救 另外還可以說甚麼呢 去普天下了 全世界了 很多人對於這件事 有一種覺得 我都未搞定香港 怎麽去搞定世界呢 但有時幫人 反而自己更加得益處 很多去過宣教的人 就發覺 越去宣教 就越得幫助 其實我每個月都有兩次 去短宣的 如果大家 你們時間許可 你都收到我的電郵 又說到有不同的聚會 也到我將來會安排更多 即當你們訓練好時 我就安排更多 可以帶你們出隊 所以這個主題 是你根據經文 去哪方面建立 然後建立這個脈絡 邏輯和層次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太太是教書 我都曾經教過書的 那她就發覺作文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呢 那些人離題 或者是有一個題目 她是想向那個方向去 但是她去得很立落 就像我 屯屯轉 高花園 又好像很多分叉 就是很多種不同形式 那我有時開玩笑 說那些學生真是很厲害 他們放了一些催眠劑 放了一些藥 令到你很睏 改卷就很睏 因為很多人寫的文章 是令到你很睏 那這個邏輯 當人們寫的邏輯 寫得很清晰 一步一步去的時候 人們會聽到 就會喜歡看那篇文章 有些文章 有沒有發覺一本書看 一看下去 很想看下去 一兩天看完整本書 就是因為這本書很有吸引力 我們帶領這個查經也是一樣的 和廣道也是一樣的 有層次有邏輯 那這件事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的 一步一步怎樣去有邏輯性 所以這個也是需要操練 譬如在我們門道訓練 或者大家想受操練 怎樣去領查經 廣道 那你寫一些給我看 跟著我就會回應回來了 回應回你 怎樣可以寫得層次更加好 那有時那些廣道 我都給我看了題目 他有時 即他不是每次都有空看 但有時他有空他都給我看 他就看到 有時第二個人就看到更加清晰 即是怎樣更加清晰 所以我們每一件事都可以更加進步 有其他人幫助 好了 設立問題 就是在查經很重要 我們有一些討論的問題 第一就是引導思想 讓祖元去發掘真理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古老的教導方式是甚麼呢 我教你一二三四五 神學說甚麼呢 一二三四五你都學了 有很多人以為讀神學就是讀了 但聖經講的神學 逐樣逐樣都讀了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甚麼呢 是學習到這種思考能力 怎樣能夠看到經文的時候 由聖經裏找出神學 神學其實首先我想說 不要想到很深奧 神學的意思就是 你對於神的解釋就是神學 對於聖經的解釋就是神學 每個人都有他的神學 譬如有些人的神學是甚麼呢 他的神學就是 神經常都不幫他的 有些人的神學就是 神很遠的 他的神學的觀念就是 有神是幫其他人不幫我的 這個已經是他的神學 我們去幫人去思考 就是引導他能夠在聖經裏看到經文 怎樣能夠打開眼睛 在裡面看到這麼多樣東西 怎樣引導他去思考 這個思考能力可以說是 非常重要 為甚麼這件事重要呢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做文書工作 寫啊 抄啊 個個都可以的 如果我們的教導 只是在聖經裏拿出來 這樣寫出來 那種啟發性不強的 但如果我們能夠令到人想一些東西 令到他啟發他的思想 怎樣更加進步呢 怎樣提升呢 譬如一會兒我查經我查甚麼呢 就是聖經充滿到底是怎樣 聖經講的聖經充滿 其實這個定義是很簡單 因為事實上 這是一個辯論的題目 很多人說聖經充滿 我已經信耶穌 我已經有祈禱 我已經有聽耶穌話 我有處理罪 我已經是聖經充滿了 但是我從聖經 我會讓他看到 聖經充滿不只是這樣的 聖經很清楚說到 是要包含神跡性的 二能性的恩賜和能力 到底有甚麼根據呢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得到 這個要點是非常重要的 當人看到的時候 原來聖經充滿包括這麼多 我還可以有這麼多的 那時候他就找出這些結論 引導思想很重要 第二有彈性的問題 就是容許祖元思想 不要只是說有幾個人在 他們做甚麼 他們有沒有遵從神 全部都是有、沒有 是不是 他們上面有天堂 上到歐敏儀了 OK 行了 沒有彈性的 就是幫他們去思考 有彈性的 第三 不要太深 不要太淺 不要太闊 不要陷糊 太深 問一個問題 沒有人敢回答 太淺 太明顯 那你有幾個 譬如說 這個人做了些甚麼 很明顯 經充滿看到太淺 每條問題都很明顯 有幾個人在 他們在做甚麼 很明顯 那些問題 如果只是問這些問題 那些人就覺得 好像學不到東西 那就太淺 就太闊 那些問題是 怎樣做一個好基督徒 哇 很多人 不知道哪個是你想找的答案 或者含糊 就是不說 清晰到底你想要甚麼 你清晰就是 比如一個基督徒他沒有動力 我們怎樣幫他更加有動力 那就很狹窄 因為基督徒沒有動力 怎樣更加有動力 或者基督徒經常都有內疚感 怎樣能夠除去內疚感 怎樣能夠處理他的內疚感 這就是狹窄在一件事上 第四 令到祖元有興趣的查考 即是說他參與的時候 有興趣的 想知道的 第五 引導祖元明白某些真理 即是有結論的 他學到真理會記得的 第六 幫助祖元應用出來 如果沒有應用出來 是沒有甚麼用的 有時有些人查經查很多 但是他走不出來 一天天不斷吵架 天天不開心 其實都有幾多基督徒 即是說他沒有應用他所學的 那戴查經者的角色是甚麼 第一不是港道色 現在我是港道 因為一個人向集體 很難是回應的 雖然我也會有時給大家一些回應 不是港道色 所以在查經的時候 盡量幫他發揮 盡量幫他想 有時你可能 你一個字一說 已經說了答案了 但你要問他幾個問題 才令他找到答案 那你說很浪費時間 但是這個過程 反而他想一下 就能幫到他這個思考的能力 所以不是港道色 不要那麼快一定要達到 有時達到得慢都OK的 第二 不要令答案不滿意的祖元不舒服 即是不要說 你錯了 不行啊 我們可以有時說 多謝你說 多謝你說不是代表他對的 多謝他 或者你說 還有沒有呢 不是代表他沒有 亦都可以說 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看到都是真理的一部分 我們還有更多 就是不要令他覺得 答了不舒服的 不要專制式 就是不要像是一種答案的 是可以有不同的答案的 可以大家自由分享的 不要 不是一個任憑者 任憑者為什麼 任他盲目的 就是後來結果 不知道達到什麼目的 又不好 就是你要阻止他 譬如他開始查經 跟著說說說 他就講到他的家庭問題 你說說說說 都忘記了查經去哪裡 那時候他就不是一個大領者 我們就需要做一個大領者 但是他有家庭問題 你又不可以立即截停他 我們就了解他的家庭問題 可能就是為祈禱 或者我們查經班之後 我們再為你討告 或者怎樣幫你的家人 就是要回應的 不可以不回應他的 好了 接著是引導者 就是引導祖元 留意經文 引導他 帶他 幫他去思考 在輔導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盡量引導他 引導他去思考 引導他去 知道他有什麼是做得對 哪個東西做得錯 哪個東西可以改善 引導他去想 這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留意經文 第二就是思考 然後就發掘那樣真理 然後應用出來 就是第一他會留意 看到些什麼呢 譬如我曾經查經查這個 《馬帝福音》11章28到30節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對我自己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一個安息 第二個安息 就是你們當苦握 學我養息 只要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有兩個安息 我曾經查經 用幫不同的人去查這個經文 我說這兩個安息有什麼分別呢 當他們一看的時候 有些人說原來答案這麼簡單 因為聖經已經說了 第一種就是你找耶穌 你就會得到安息 第二種就是你負耶穌的騙 就是耶穌叫你做的事 你跟從耶穌 背着實際的跟從耶穌 還有 學耶穌的樣式 這樣就是一個跟從者 就是一個門徒 第一個就是信徒 找耶穌 第二個是門徒 願意毀身的 這樣他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兩種安息是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受助者 重膽來找耶穌 第二種就是一個毀身者 由他得到心裡的安息 當他看得到 原來我想更大的安息 不是只要求助 而是我如何能夠背負耶穌的騙 如何學耶穌的樣式 完全跟從耶穌 我就真的享受到安息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很多人經常都說 我很多問題搞不好 但當人願意毀身跟耶穌 反而他的問題就會縮小 他越幫人 他就會發覺 我的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有些人的問題比我更大 那時候就引導他 去留意經文 說這兩個安息 然後思考他的意思 然後發掘那個真理 由真理形容出來 由激發者 令到他樂意分享 令到他歡喜 這就是沒有一定的方法 但有不同的方法 令到他覺得被體重 而且平時的體重很重要 其實這個很重要 我鼓勵大家這裡也是一樣 見到每一個人都想著 怎麼祝福他 我時時都盡量是這樣的 我時時盡量是 我見到什麼人 我就去祝福他 我去鼓勵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我祝福人是一種福氣來的 我是很樂意 我是很喜歡的 很喜歡去幫助到人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在我生命裡面有這件事 當你這種生命的時候 譬如我一同的人 我都會跟他有接觸 會鼓勵他 接著他見到我 他跟我就很熟絡 很多人都跟我有種熟絡的程度 為什麼呢 我見到他 我都是鼓勵他 幫助他 有什麼我能幫助他 他就會很樂意去分享他的東西 這個都是我們的生命 所以一個 領茶經或者領小祖的人 都是他的生命 令到人喜歡跟他一起學習的 諮詢者 有充足的預備能夠回答問題 就是說 譬如有些人信仰問題 有時在查經 哇他問了很多東西 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問題 我聽過人問的問題 差不多我都聽過了 為什麼我會有機會聽過呢 因為我初信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傳呼一傳很多 還有我幫很多人的靈命 所以那些人問的問題 我聽來聽去 從同覆覆 我都聽到類似的問題 我不是第一次聽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有時不懂得回答 接著我怎麼做呢 我看書 我私吵 我去問人 然後我就得到答案了 所以有很多問題 我都已經有答案了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有人問你的時候 你懂得回答他不同的需要 好了 這個 大查經者的角色 就是不要做港道者 不要令人不舒服 不要專制 就不要任他 而是引導他 激發他 令他有興趣 還有你是很有資源的 很懂得很多東西 有時你說 我不要緊要 我們一起去查吧 下個星期我回覆回來 我以前也有這樣的 現在也會有的 有時有些問題 我都說 好 我回去研究一下 好了 引發組員參與的甚麼方法 第一就是發問題 用問題 不過問題 這次我們說了 不同的問題 可以引起不同的思考 有些引發性的問題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大家一起想想 耶穌告訴我 跟從耶穌這麼好 不過為甚麼 那麼多人 都不肯跟從耶穌呢 你想一想 為甚麼 耶穌又告訴我們 是這麼好 耶穌又這麼真 那麼多人又經歷他 不過為甚麼 那麼多人 總是不喜歡跟耶穌 完全跟耶穌呢 這是一個思考問題 引發他去想 事實上 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既然耶穌這麼好 那麼多人經歷聖靈 應該大家都很愛耶穌 為甚麼不是 每個人都愛耶穌呢 那麼他去思考的時候 引發他去思考 第二 真誠讚賞和鼓勵回答的人 真是讚賞他 雖然他的答案不是最好 但是我也一樣欣賞他回答 欣賞他回應 我用一些個人的例子 我太太很多時候都做很多好事 包括我的衣服 我們有一個興趣就是甚麼呢 去拍一些花草樹木 我們去看就是我們有拍的 我們很有興趣一起在自然界去行逛 這樣 那很多時候呢 我不是只有欣賞他 譬如說買一件衣服給我 或者想到去哪一地方 我是欣賞他背後 他背後呢 他會用甚麼方法令我開心 有什麽東西是更加建立我的關係的 我們有那個時間怎麽善用 他有這些心意 我一欣賞他 他就會笑得很開心 他真的笑得很開心 好像那些小孩 你請他吃雪糕 很開心 他又真誠讚賞我 我又真誠讚賞他 我真的覺得他好好的 是超級好的 他又真的覺得我超級好的 雖然我們一樣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是真誠 我真的真心讚賞他 也有很多人我是真心讚賞的 真心欣賞到任何人他們有好的地方 我覺得很多人樂意去做 很簡單 阿錦培幾個弟兄 每次我們聚會之前 跟我們排好座椅 我覺得很好 很特別 很樂意 這個是禮物來的 阿瑛聖呢 阿瑛培為我們攝錄 還有很多 那些影片的事情 都是她很樂意去做的 阿曼蒂呢 很多很多的事 承擔很多的 很多的 工作啊 很多的處理 很多人的事 她真的真心去做 那我又真的很欣賞 我覺得是禮物 是不是禮物 如果是禮物 我們就真心去欣賞了 還有我們的身體語言 你看我講到也看到過 我講到的時候 第一眼睛是抹得大 就不會是 我們今天講茶經 就是不會是 頭呆呆眼濕濕 我是眼睛明亮 又看著你每一個 我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不是看一個人 不是看一堆人 是看一個 有什麼分別呢 這樣叫做看一堆人 就是沒有看另一個 但你會發覺 我有時看著你的眼睛 我看著某一個 這就是看著每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可以學習的身體語言 還有頭會移動的 身體會移動的 我會講過 從腿部 從腳那裡開始 還有頭部的移動 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有鼓勵性的眼神 有時一個眼神 他答得不對 不對 挖一挖他 他可能很受傷以後都不想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個眼神 可以是 其實很多父母教導子女的時候 他就是挖他 他就想教導 不過令到他是很挫敗 但是如果我們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很疼你 我很體重你的 我很想你做得更加好的 你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那他覺得被鼓勵 那他就會做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們幫人 就不是說他錯了 而是更加 體重他 欣賞他 那他就會有動力去做得更好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能夠有鼓勵性的眼神 第四 鼓勵組員多些互相溝通 視他們都對望 邀請各組員互相回應 即是不只是告訴我 是告訴大家 其他組員都看著分享的人 這個事情我很多時候發覺是這樣的 有個人分享 其他人就倒下頭 那個分享 不是看著我 其實這個不太健康 即是說他們經常都期望耳目思 因為我的確是經常會有回應 我經常都看著別人 在我讀書的時候開始 我發覺有一次有個老師 每一次他講話一樣 他都看著我 因為我每次都看著我 每一堂他都看著我 他講完一些話 他又看著我 因為他看到我有反應 那些人就會只看著我 但我鼓勵 其實有人分享的時候 雖然他的事跟你無關 但你關心他 你就關心聽他的事 他就會覺得有份 這也是我們令到小組更加健康 和整個生命都更加健康 所以邀請他們互相回應 互相對望 第五 帶領組員達到賊經結論 一直帶領他們 好 即是我們 先看看 接著就是回應特殊的組員 第一就是沉默者 那些不太出聲那些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給他一些簡單而有成功感的問題 給他分享 他一有分享 就欣賞他 第二 留意他是思想型 或者感性型的人 就根據他的類型 來問問題 甚麼意思呢 思想型的人 你問他 例如男性多些是這樣 他不是女性不思想 他是在誤性的方面 比較多一些 女性多數感受 比較多一些 那麼 你可能問他的問題 給他思考一下 其實 感性也是要思考 意思就是說 誤性的問題 他會更加有興趣去找 或者你會去研究一些甚麼 去搜尋 上網些甚麼 他會搜尋 感性的問題是甚麼呢 你想想 如果你是彼得 當你訪射耶穌 你會覺得怎樣呢 訪射耶穌之後 耶穌看著他 你會覺得怎樣呢 這是一個感性 即他的感受 有甚麼感受 如果你是浪子 你回來會怎樣 如果你是一個感性的人 你就會問他一些感性的問題 第三 不要刻意針對他 即他沒有出聲 為甚麼你不出聲 你快點出聲 他就會覺得壓力 不用 不要緊的 他不說又不要緊 讓他很輕鬆地 不出聲都可以 多些輪流作答 輪流作答 即是讓他輪到他那裡 以及欣賞他 太多事 那又怎樣呢 如果有一個人有很多事 就不要用輪流式 一輪到他 他就講得太久了 就用邀請的方式 有時刻意不問他 即是如果那個人太過份了 即是太過份 沒有給人有機會說的時候 你會這樣 還有他有時有些人就離題了 就適當地將他帶回正題 即是他講了很多事 但他講得很離題 還有盡快歸納他的意見 還有讓其他組員 可以有機會分享 有時我們都 譬如他一路講一路講 過得很久 時間又過了 你又不想截停他 截停好像令到他不舒服 這件事真是很需要智慧 即是很需要智慧 怎樣 我自己覺得這樣 可能你在小組之外 跟他聊天 關心他 關心他的時候 他覺得被關心 然後呢 即是在關係裏 你慢慢去勸導他 就容易聽過 你就這樣勸動他 爭辯者 如果他經常都要咬頸 那你就說好 我寫得你的問題 我遲些回答你 即是代表尊重 但我找機會再回答你 好 這裡 我們現在重溫 我們先講過的東西 第一 就是自己先看經文 收窄主題 建立脈絡有個方向 以及撤留一些問題 怎樣的問題 就是引導思想的 有彈性的 不要太深太淺 令他有興趣去查考 以及引導他明白一些真理 以及應用的 帶領自己的角色 不是講道 不要令他不舒服 不要專制 也不是任他 怎樣說什麼 是引導他 激發他 以及有足夠的預備 引發他們參與 是我們發的問題 以及我們真誠 欣賞他 身體語言 眼神 這都是平日的 平日聽人說話都眼大大 看著他 就很用實 事實上 聽人說話是用實的 是用力的 有些人很難聽人說話 看聖經也很難專注 因為他的腦的思想 不能夠專注 這個東西要學的 學到怎樣能夠 生命潔淨 輕鬆 就能夠專注聽人說話 專注溝通 如果不是 我只要試過 因為我們學輔導的時候 有人說話 說完 忘記了他講什麼 不要留意他講什麼 因為他講了太多 發了夢 他一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別的東西 是會這樣的 所以這個要學習 怎樣去留意 鼓勵他們互相溝通 帶領他們達到這個結論 沉默的人怎樣幫他 那些太多說話 或者爭辯的人怎樣處理 好了 接著我會用幾個經文 這幾個經文 去找出這個結論 很重要 這個結論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關於聖靈充滿是怎樣的 聖經怎樣說聖靈充滿 我們有些什麼根據 其實我今天所講的 大家可以用的 亦都可以 翌日 譬如有人關於聖靈充滿 他有不同的看法 你都可以叫他看回這個影片 看回這一堂 在這一堂 我裡面有講到這一個問題 好了 首先 我們讀一讀這個經文 《阿斯蘭主義》二章十五節 你們想這些人是罪了 其實不是罪了 因為時候當到自瘡 這正是先知若語所說的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命 飄滑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魚類要說語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像 老年人要做異夢 十九節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 血量要變為血 者都在主大如明 免得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 凡扣告主明明 就必得救 我想說 你們的查很短 你們的查 只是查第十七節 只是查十七節 不過我這裡 講得詳細些 其實查聖經很有興趣 我很喜歡查聖經 我這裡寫了一些重點字 首先講到五巡節的時候 那些人就在這裡 忽然間四年充滿 在那裡講謊言 講別國的話 當時他們講的謊言 就是講別國的話 那些人就在那裡說 他們喝醉酒 比特就說 他們不是喝醉酒 因為現在自初 還是很早的時候 他們不是喝醉酒 這個是先知若以所說的 因為現在我們不是查經 因為一班人很難去查經 我只是逐步逐步去 這個經文我怎麼去研究呢 這個是照著聖經所說 所以就是若以書 同樣第二章 是講到這個 將來預言到這個聖靈的囂觀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囂觀 凡有血氣的 這個末後的日子 是什麼時候應驗呢 首先這個末後的日子 我想問你五秦節是什麼時候 在離開現在幾年之前 大約 二千年之前 所以其實這個末後 就是在二千年之前 在新約時代開始 就已經開始末後的日子 這個末後的日子 這個已經開始了 這個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 下面我們看得到 在第二十節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在啟示錄六章十二節 就有講到 我們就看黃色的部分 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血 第十三節 天上的星神聚落於地 而同無花果樹被大風遙動 然後十四節 天就來而 好象書卷被捲起來 山領海盜都被來而離開本位 我想問問問你 這裏講到天就來而 天就來而 好象書卷被捲起來 整個天 我們現在看到天是藍色的 有雲的 忽然間 整個天捲起來 好象書卷捲起來 變成不是藍色 變成窮瘡的顏色 神將來回來的世界的顏色 天就來而 山領海盜都被遷移 全部好像地上會走 這是什麼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有什麼發生 日頭會怎樣 變黑 滿月變紅像血 月是不是變做血 像血 我們上次講過 它是變什麼 紅色 不過紅到好像血 所以不是變血 是變紅 好了 這裏講到 日頭變黑 月亮變紅 就是 耶穌回來之前的時候 這裏講到什麼 日頭要變為黑暗二十節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這個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是什麼時候 耶穌回來 是不是很明顯 大而明顯 這個日子之前 日頭變為黑暗 月亮變為血 就是說 由什麼時候開始應驗 到什麼時候 這裡 講到這個經文 聖靈蕭冠 是什麼時候開始 從五巡節 由五巡節 即是在初期教會建立的時候 直到什麼時候 耶穌回來 現在我們一直在用問題引導大家 一直在用問題式 即是說整個什麼時代 我們叫做 整個什麼 西日 門後日子 門後日子 我們通常稱這個時代 叫什麼 這是什麼 新約時代 整個新約時代 好了 整個新約時代 神就說 我要將我靈蕭冠 幾多個人 凡有血氣 有血氣 有血氣就是為什麼 有生命 其實神就想全世界都蕭冠 不過很多人不願意 所以想蕭冠所有信耶穌 好了 問題就是蕭冠是為什麼 有些人解釋 總之有聖靈就是蕭冠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聖靈充滿 我想問你 五巡節的時候 他們是有聖靈 還是聖靈充滿呢 是聖靈充滿 因為聖經都講到他們 接著是否在五巡節之後 他們說選擇執事都要選擇什麼人 選擇聖靈充滿的人 又講到師提反 帶有智慧和聖靈充滿 去回應 攻擊他們的人的說話 以及講到那些仕途如何充滿能力 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聖靈充滿 是有聖靈 還是聖靈充滿 是聖靈充滿 是聖靈充滿 所以這裡講到神的心意是 多少人聖靈充滿呢 凡是人 所有每一個人都想要聖靈充滿 然後這個聖靈告訴我們 聖靈充滿有什麼跡象 這裡 有三樣的跡象 是什麼 說而言 現而像 作而夢 這裡就講給我們聽 一個異能性的恩賜 就是讓我們看到 神的心意是有聖靈充滿 而聖靈充滿是帶著異能性的 為什麼我用異能性這個字眼 因為神跡這個字眼 是有雙重意思的 我們信耶穌不是神跡嗎 是喔 所以我說神跡 就不能夠特別講到異能 異能 通常我們不是說 信耶穌叫做異能 異能 即是行神跡歧視 趕鬼 醫病 看到異象 異夢 這些就是異能 即是說 講到聖靈充滿的人 就會有預言 異象 異夢 這件事 每一個程度不同 的確不是每個人建議這麼多 有些人見到很多 有些人見到很多 有些人見到很少 有些人我從未見過 不過 每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都可以領受更多神的啟示 有沒有發覺 神會感動你 指示你當行的路 每個聖靈耶穌都有 而聖靈充滿的人 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這裡就是入口 就是會越來越多的啟示 有些人真的會見到異象 見到作異夢 說異言 好了 接著我們幾個經文 一齊 對不起這裡就是那個經文 就先看了 下一個就是 講到聖靈的工作 臨前十二章八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人蒙聖靈似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有蒙這位聖靈似他智慧的言語 又有人蒙這位聖靈似他信心 又有人蒙這位聖靈似他依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念滅諸力 又見一人能說謊言 又叫一人能翻謊言 我們看看這裏那些黃色的詞 講到那些恩賜 屬於哪一類的多 在這裏 異能性的是多 那我想問你 恩賜是否只是異能性的 不是的 有些可不可以大家想到一些 不是異能性的恩賜 全福音 敬拜 不過敬拜都可以有異能的 有些人敬拜到 真的有地方敬拜到 哇 神的靈大大充滿那些人 個個被聖靈充滿 都可以有的 還有些甚麼呢 招待 即是很多各樣的恩賜 神可以給人有這種恩賜 但這裏特別提到 這些神職性的恩賜 異能性的恩賜 智慧的義 知識的義 就這樣看這個字眼 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只是講到講智慧說話 講知識的說話 有在聖靈圈子的人 有些人就覺得這個是神給他的智慧和知識 知道某些他不應該知道的東西 那麼 單是由這個經文 你可以說 不能夠絕對證明一定是包括那些 譬如說 他走在你那裏祈禱 他就知道你 譬如我曾經試過有兩個人 他一見到我就已經告訴我 我是在受攻擊的 是人的攻擊 他講明出來的 他是真的收到一些知識 而他本身沒有的 但是有些人 對這方面 就不太接受 他不覺得 知識而言是講這些的 他講到是知識聖經 聖經知識 或者世界的知識 就不是講到那種知識 所以這個 在釋經上 單是由這裏不能夠判斷 不過聖經有其他的地方 就讓我們看到有先知性的因子 還有在釋藏傳記載 很久一路去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就告訴他 你將要受迫白 這個就是一種 他真的知道一些 他不應該知道的東西 本來他不知道的 那麼跟著下面 就講到不同的因子 醫病 行義能 作先知便滅 諸靈 説方言 這個都是 我們能聞說 好吧 我們去醫病吧 這樣行不行 不行的 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一定是神那裏來的 所以這裏告訴我 神可以賜給人這種的因 這種的能力 而這裏告訴我 是從哪裏來的 這些這樣的 聖靈所賜的 所以聖靈 是和異能性的恩賜 是掛勾的 是嗎 聖靈 是會帶來異能性的恩賜 這一點很重要的 聖靈 會帶來異能性的恩賜 就是這裏所說 這裏經文也有說 聖靈僑門會帶來三項是什麼 說如言 見異象 作如夢 而這裏就說到 醫病 行異能 作先之便便 諸靈 說方言 翻方言 現在我這個邏輯性 希望大家記得 以後 他有一張紙 你又保持著 今天給你一張紙 你保持著 你以後 有關於聖靈充滿 你就可以讓他看到 聖靈充滿聖經是怎樣說的 馬太12章28節一起讀 我又靠著神的靈趕鬼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門了 上次我不是用過箭咀嗎 看到嗎 為何神的靈趕鬼有個箭咀 是靠神的靈 然後能夠趕鬼 有神的靈 然後能夠趕鬼 這就是 為何那裏有個箭咀 我靠神的靈趕鬼 即是 即是 即是神的國來到了 意義就是 神的國來了 為何神的國那裏 那裏不是很清楚 神的國臨到你們 為何有個秩序 來到 來到 來到你那裏 神的國本來在天上 現在入了我們的心 來到你那裏 就是 甚麼方法來到你那裏 就是 聖靈趕鬼就讓你知道 神的國來到了 哇 挺好的 是吧 神的國來到了 就是一個結論 是吧 靠這個 神的靈趕鬼 神的國就來到 我想問你 趕鬼這裏靠甚麼 神靈 倒轉頭 即是聖靈有甚麼能力 趕鬼 是吧 即是這裏又是說到 另一種異能性的恩賜 聖靈能夠趕鬼的 和聖靈趕鬼就讓你知道 神的國來到了 神的國的彰顯 神的國的特色 就是有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異能性的工作 趕鬼 當然也有福音 靈命更新 但也有趕鬼的能力 大家聽得到我的邏輯性 一路帶大家一路一步一步去思考 令到幫助人去看得到 這裏我再說一次 看看這裏三個戰爪 三個啊 趕鬼是 甚麼 怎樣有能力趕鬼 從哪裏來 靠著神的靈 第二個戰爪是甚麼 即是 亦都是等於 又即是 證明 是吧 證明神的國 來到 神的國本來在哪裏 現在呢 來到 即是當我們靠著神的靈 趕鬼 就知道神的國 來到了 亦都讓我們知道 聖靈有能力做甚麼 趕鬼 即是至於你都記得了 好了 以利亞、以利沙 以利亞被接升天 王夏二章十四節一起讀 這個他就是以利沙 他用以利亞身上 吊下樓的外衣打水 說 以利亞的神在哪裏呢 打水之後 水也左右分開 以利沙就過來了 住耶利哥的先知門徒 從對面看見他就說 感動以利亞的靈 感動以利沙了 他們就來迎接他 在他面前苦服於地 這個苦服就不是拜他 而是總尊敬的意思 好了 這裡看到以利沙 就用那個外衣打水 打水之後有甚麼後果 水就分開 水就分開 然後在十五節 住耶利哥的先知 其實這班先知 就是跟以利亞的 是的 學生來的 而其中的領袖就是 其中的學生領袖是誰 以利沙 在約旦河對面就看到 看到他們就感動 於是他們有結論 甚麼結論 感動以利亞的靈 感動以利沙了 有些人說感動 不是充滿 當然這個用的字眼 感動 即是聖靈感動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你感動我 即是加倍你感動 即是說聖靈 聖靈要感動 首先他要做甚麼 臨在 來到 其實充滿我們可以另一個意思 想的就是 同在 更大的同在 即是說每個人都有聖靈 好像杯水一樣 杯水少少便少少 越多便越多 即是聖靈感動 即是聖靈來到會做功 即是來到做功 即是神的同在有多強烈 有些少少 有些很多 他說加倍你感動我 即是加倍地充滿我 即是加倍跟我一起 而這裏 就是他已經感動他 即是加倍地臨到他身上 有甚麼證據 他們知道聖靈加倍地感動他 看到甚麼證據 打水 打水 那些水分開了 那這裏看到甚麼呢 聖靈的一項工作就是甚麼 在這裏來講 就是打水 水分開 當然我們 這個是異能性 我們不能夠 知道甚麼時候要發生 不過可能有一天 我們受迫包 追兵就來到 我們前面有一條河 那你就打水 跟著水分開我們過去之後 跟著水又合起來 神可以做這個工作 或者我們走在水面上 或者沒有東西吃 我們又用五餅二餘 餵飽很多人 即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將來 神是會行這些神跡歧視的 那這裏呢 就看到那個神跡 讓他們知道 他們下過甚麼結論 聖靈已加倍地 感動以尼莎 即是說 越強烈的聖靈的同在 就帶來更大的神跡 剛才你聽到這個感動 如何說得出來充滿 感動當然是聖靈來到 同在 沒錯 好 記得 非常好 跟它一齊 我先立即欣賞 很聰明 立即聽到 即是更大的感動 即是更大的同在 所以這個呢 亦都可以解釋 一定有同在才會有感動 對不對 我們亦都看到 撒母義是 他喜歡用這個字眼的 講到感動 即是 耶華的靈 感動 這個是撒母義用的字眼 其實意思都是 即是說 他的同在 他同在的時候 的跡象就是 他行這個神跡 所以這個經文又讓我們看到什麼 聖靈帶來 異能性的工作 帶來感動和異能性的工作 好 我們先看看幾處的經文 第一就是 聖靈 就會帶來 預言 異象 異夢 和神想所有人都有聖靈充滿 第二 聖靈刺各樣的 異能性的恩賜 靠聖靈可以趕鬼 靠聖靈可以行這個異能 在當時來講 就是打水 那些水分開 然後 馬虎福音十六章十五節一起讀 他有對他活說 你回望普天下 要傳福音急萬人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貪人 就是奉我的名刊鬼 雪身荒言 手能拿石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門徒出去 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貪門同工 用神跡除了 證實所傳的道 阿門 往普天下傳福音 給萬人聽叫什麼 三個字 大使命 大使命是去到什麼時候的 去到 是的 風音傳到地極 即是什麼時候呢 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即是說 由什麼時候開始 耶穌來的時候 第一次來的時候開始 一直到耶穌再回來的時間 開始就是這個傳福音 傳福音的時候 十七節就說 信的人必有神跡 包括什麼神跡呢 奉耶穌名趕鬼 雪身荒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這兩樣東西 有些人 有些基督教群體 真的找一些毒蛇 真的找一些毒蛇去摸 真的有人這樣做 他覺得神是感動他這樣做 他可以這樣做 不過 我們通常來說 通常基督徒都覺得 這不是我們普通做的事 除非有一天 我們被丟在蛇坑裡 受迫伯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就要捉住這個應許 手能拿蛇 奉耶穌的名 如果有獅子來到 好似彈耶利 看著獅子 奉耶穌的名 不再動 坐下 哈哈哈哈 這個我相信在迫伯的時候 或者喝毒物 就是在迫伯的時候 然後就搜案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那由這個經文 誰可以按手 哪些人 聖經這裡說 用字眼 信的人都可以 但為什麼我會叫大家去結症 然後才去按手呢 其實我的目的是 你個個都按手 那將來你會帶到更多人信耶穌 帶到更多人願意服侍主的 那因為呢 邪靈的來源都是來自 邪靈是哪裡來的 本來是天使來的 天使墮落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也有似天使的地方 天使來源在哪裡 是神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靈 有分開聖靈 天使的靈 人的靈 和邪靈 這四種 都是有類似的特色 因為都是來自聖靈 所以邪靈也是可以傳遞的 所以有些異教 都是用按手的方法 傳遞他們的邪靈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未釋放 我們就說你不要按手 免得傳遞他們的憂傷 或者他真的有邪靈的影響 就處理好才按手 好了 這也就是說到神想我們個個都按手 個個都處理生命 那由這個經文我們看得到 傳風音應該帶著什麼 應該帶著什麼 有什麼發生 神跡發生 先說神跡哪裡來 聖靈來 即是說 他有這個神跡 即是應該有什麼 聖靈的同在 或者更大充滿 其實這樣是同在 有沒有神跡呢 有聖靈同在的人有沒有神跡呢 有 不過聖靈充滿的人 會不會更大神跡呢 有 有沒有聖經根據呢 有 有 其實很多 薩摩爾記 記在那幫先知門徒 第十章和十九章 就是他們的誠美神 蘇羅一去到便變為新人 立即受這說話 在新約裡面 我們看到阿拉利亞 他一去到為蘇羅安守 他就被聖靈充滿了 接著他有神跡歧視 彼得也是 肥利也是 都是說到聖靈的充滿 帶來能力 所以 其實充滿就是更大的同在 帶來更大的果效 其實有聖靈 就已經會有神跡 但是如果越強烈 你的神的同在 是越帶來這些神跡 聖經看得到 聖經特別提到 彼得 保羅 和肥利 是充滿聖靈的能力 還有 還有 斯提反 斯提反 都是提到他的名字提名 在新約裡面 舊約 就提到 薩姆爾 以利亞 以利沙 也都 大衛 也都 譬如以西結 都是被聖靈帶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 神跡 是從哪裡來呢 聖靈而來 所以 耶穌傳呼音 是想我們 首先是怎樣 被聖靈充滿 即是更強烈的 和神的關係 以至我們帶著能力 去傳呼音 這條講 另一種聖靈工作 以促書內一章一起讀 主由我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卿的人 參議案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得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赤華觀熱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樂榮代替悲哀 讚美醫代替憂傷之靈 這個經文有點像 新約的大使命 這個像舊約的大使命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些字眼 是跟大使命有關係的 傳好訊息 還有呢 猜宴 猜宴 都是猜宴出去 要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傳好訊息 接著就是 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得釋放 很多的捆綁得釋放 安慰悲哀的人 還有喜樂榮 即是說這個人可以整個心靈得醫治 亦都講到 在哪裏來的第一節 是主由的靈在我身上 這裏講到心靈醫治 所以我們這幾處經文都講到 聖靈會行神的歧視 而神在這個傳呼音的時候 都是想帶著什麼 神的歧視 和帶著聖靈的同在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裡的定義 聖靈充滿是否只是聽話 不是的 是有帶著神的歧視的能力 以能性的能力 同在的 證明它是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就說 曾經有人這樣問 他問那些聖靈充滿 你祈禱是不是個個好起來了 他說不是 他說我都不是 我有些好有些不好 你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就會告訴他 是真的很明顯的分別 因為我們可以看著 忍為的祈禱 即時經歷聖靈 雖然那個程度 是不及耶穌或者仕途 我們都希望 將來我們能夠提升到 仕途的程度 仕途的醫治的能力 神的同在的能力 但是的確在這個世代 有人叫死人復活 盲眼開眼 逼的走回路 事實上有些很神奇的神跡性 我指也有很多不同的神跡發生 但我不是每次祈禱都 那些人得醫治的 但是依然是很明顯看到 祈禱的時候 是很多人即時經歷證明的工作 那就是說 是程度的問題 那既然程度問題 即是說 有些人他是僅僅有聖靈 但是有些人越來越強 那我們應該更加追求聖靈的同在 那也有一種講話就是說 聖靈充滿 聽話一種你可以追求 神跡性無法追求 蘇永治裡面有講到 他輸過腦 認識聖靈的有講到 他說 是無法追求 也無從追求 那這件事呢 根據以上的經文 我們看得出 就不是無從追求 當你越親近神的時候 神跡就會隨著我們 那我也會想跟他溝通 想跟他 其實有些 關於聖靈的 教導 或者看法 我也想跟他溝通 讓他看得到聖經 很清楚說到 聖靈是帶著 神跡性 正義能性的工作的 OK 好了 那我希望大家聽到今天 第一看到這個 查經的方式 幫助大家思考 一路去找 第二 大家有心去 去喜歡 查聖經 也同時我們達到結論 看到聖靈充滿 是帶著神跡的 希望我們渴慕 不要說 哎呀我騎過土了 行了不用了 我們越渴慕 就越多神跡歧視 正如我曾經發生過的 明明在做化療 是很辛苦的 一祈禱就立即說舒服 立即願意信耶穌 回家自己祈禱 又即時又覺得舒服 很明顯 也有癌症的 好起來 有些 腿痛了很久 那些關節痛了很久 但是好起來 或者是不同的問題 有一個阿婆 她說她幾天都不戴面 跟著呢 還有腳都腫了 那時候 跟著呢 跟著呢 我們跟她祈禱討 她說 哇 厲害了 她說 她形容很軟 她說那種排放的感覺 哇 排放到呢 腳沒有那麼腫 挺緊的 很多很多的這些 身體裡面 毒素都排出來 跟著 人的腳都沒有腫 就是 這種身體的醫治 我們就看到神很真實 我希望大家都渴慕 渴慕四年充滿 在這裡呢 我就求主幫助我們 訓練一班人 四年充滿 有各樣的事物都能夠做 跟著我們出去 影響不同的人 希望大家都跟我一起出隊 去祝福周圍的人 或者你自己出隊也可以的 祝福大家